由新宿搭两个地铁站就来到这里了 西新宿五丁木的地铁站 再步行三分钟就到我住的民宿了 一路走一路走 跟着向左转 看到四层高的这里 这一座就是了 我住在地上那一层 一层里面有四个单位 一打开门 这里有个流西仔 我走下去有一张商人床 左手边有电视仔 通常我的好东西都会放在枕头底 什么好东西 哇 这个就是咸亮版的香蕉蛋糕 方便晚上肚子饿的时候随时拿来吃 有个冰箱 有个厨具 方便煮食 我洗衣机 洗手间 洗手盘 洗澡的地方 就是这样了 一应俱全 到了夜晚 当然现在找个地方浸浸温泉先 这间位于在新宿市中心 每一天都是由伊豆送些温泉水过来 那现在进去那边浸浸温泉先 这些是隔离架 这些毛巾 那些毛巾 那开始换衣了 那开始换衣了 那些毛巾 那开始换衣了 咬了几个钟头的猪骨汤 那些猪骨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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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棒 接着下来 哇 这个不是道道的地方 买一道 淡雪草莓 要去大型的超级市场才买一道 一到下午六点钟 就做半价 我等了很久 这个很甜的草莓 超棒 吃完 应该都够了 都还是不够饱 那就吃完生蚝 还是不够饱 不要紧 等我带你吃自助餐 好威香 这两样最喜欢吃 虾仁和带子 铁板煎牛柳 这个鱈鱼超棒 这个蟹面 对不起 鱼 你以后 就做了一把 一把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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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自助餐位於在日本東京的淺草區 只吃個景已經贏債了